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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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医师好辣》 最高入秀的美丽的好辣医师团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今晚的好辣医师团 就要来好好探讨 而三位來賓 又有哪些跟吃有關的經驗 要來跟大家分享呢 但是我們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在那醫師角度 早餐是三餐裡面最重要的 可是呢 在那醫師角度 他們早餐真的這麼按照規定吃嗎 對不對 相信大家趕時間 趕早會 可能圖一個方便 電影最常看到的就是超商 隨便拿一杯咖啡 拿個茶葉蛋 隨便拿個東西 醫師大概也都是如此 醫師也會吃出職業病喔 你看 早起想趕成會 超商早餐帶走最方便 有這麼做的請舉圈 沒有請舉圈 我們也一樣 藝人大概也是如此吧 除非家裡很溫暖 竟然還有家裡爸爸媽媽 幫你做便當做早餐的 或者自己做早餐 畢竟還在少數 你看都有嘛 我們桌上就有一些早餐的東西 吐司 三角飯糰 三角飯糰最方便的 最快 所以大家應該都有做過這種事 我裡頭每個都試過 我是那種一次吃一個東西 我就會吃很長的時間的人 然後我一段時間非常喜歡是白吐司 就是白吐司就好 那因為其實這種 其實這種超商買的還是比較偏貴 所以我就會去那種 你知道傳統的麵包店買一整條 然後我其實之前的時候 我就是六日 我們有時候在家裡趕報告 我會懶得出門 我就會一整個禮拜 就是六日全部都吃白吐司 然後甚至後來我都叫 因為那個麵包店老闆知道 我只買白吐司 它就會留一條是完全沒有切過的 就是因為我可以直接弄絲的 就是你就可以自己選擇那個尺寸 對 所以我就是非常 我知道這樣營養很不健康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忙的時候 那至少這個東西不會壞掉 那如果這種熱的牛肉湯變冷 它不是還會浮一層油嗎 對 就沒有那個時間 最主要是女生愛漂亮 說這次兩天反正敢報告 也沒有什麼特別口福之餘 就衝衝雞碗 有時候吃這個東西 然後配一個白開水 它就覺得飽了 然後這兩天它又覺得瘦得很難 對 但是 但是在那醫師講 妳是醫師耶 對不對 營養還是很重要 對 不鼓勵大家這樣吃對不對 當然不鼓勵大家這樣吃 只是就是 今天是 但是 妳做過這件事情嗎 所以她臉吃得比 像白吐司 快像白吐司 像我自己是 那四樣你都會吃 對啊 像我們早上 吃哪個比較多 吃育飯糰最多 而且我還會吃那種微波的便當 因為很方便 因為像我們早上常常需要趕程會 然後就來不及就直接順手 就拿育飯糰 然後就是麵包這樣子 然後中午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那種病房工作太忙了 然後所以也會吃微波便當 那另外就是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值班 那值班其實是規定是不能出醫院的 對 所以 常常就是只能也是去醫院裡面超商 然後買個微波便當 可是你們醫院其實是有餐廳的嗎 沒有 有的時候比較晚的時候 有些有 晚上是沒有開的 中餐那個都沒有 中餐有 可是晚上大部分是沒有的 而且醫院餐廳都超多病人在排隊 所以你 你在穿的醫師保牌 就很容易被人家問病 病 不會他的症 對 現在更不方便 現在不是問病 是直接簽名 對 對啊 然後那個便當 尤其那個微波便當 非常的油 而且它裡面其實蔬菜非常的少 有一些醃漬的蔬菜 所以我常常吃那個便當以後就灌大瓶的水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那一陣子可能就會便秘的 蠻嚴重的 然後另外飲食也不均衡 然後隔天也會覺得自己臉非常的水腫 因為比較鹹對不對 對 非常的鹹 那便我也非常喜歡吃白吐司 因為早上上班的時候其實都很趕 所以我其實都會在家直接烤白吐司吃 然後不烤過的還不愛吃 然後如果說上班再來不急 我就會到醫院附近 他都會那種找餐車啊 然後我就會跟他點 就是我要白吐司 然後有時候他就覺得我很可憐啊 就我們沒有賣白吐司 我只有賣那個鮪魚吐司 玉米吐司 你不要吃這些 我就不要 我就是要白吐司 結果經過隔幾天之後他就覺得 這個護士你這麼可憐啊 是不是沒有錢啊 然後他就說 但是老闆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賣喔 你為什麼要白吐司 結果很好玩 之後他就直接幫我準備一個鮪魚吐司 我今天幫你準備鮪魚吐司 其實我只是想要吃白吐司而已 對 我很愛吃麵包 我從小到大就是麵食類 然後麵包其實對我來講 可以當成正餐 我只要肚子餓 甚至我可能有時候敢通告 你知道當媽媽也沒有 除了準備寶寶食物 你自己就想說慶菜夾就好了 所以我就那時候 我就大概一個禮拜 一天至少一餐半 因為下午茶嘛 一餐半是麵包 那麵包當然就不 我最愛的蔥麵包 肉鬆麵包 奶油麵包 熱狗麵包 然後如果心情好 再加一顆蛋塔 然後我那個時候去餐 就是體檢 然後醫生就說 黃小姐 我發現妳的血糖特高 你們家是不是也有三高 我說 對 我們家本來就有三高 那妳全部是澱粉類當然高 對 他就說可是妳的高 是高到有點 就是妳現在的年紀 不應該這麼高 他就開始跟我分析說 我吃東西什麼什麼 最後就是篩出來是 我那個麵包吃太多 而且妳的胃一定不好 對 胃肯定不好 為什麼 吃太多麵包 胃一定不好 真的喔 我就不用幫她診斷 聽她這樣講 不是啊 因為我們以前過去的 麵包發的時間是很長 以前爺爺奶奶那時候 在眷村蒸饅頭 人家發一個麵 可能發兩三天啊 對 現在為了量 所以她很短時間 就把它發了 所以那裡面殘剎了什麼 而且變很精緻的麵 所以那個麵包對妳來講 對胃也不好 對妳身體也不好 血糖也不好 對然後就常常會有胃酸啊 會是到膩流 因為太甜了 妳天哪有一家餐 一家餐廳一天可以出四千 五千個麵包 妳怎麼做出來 對 這個就是問題 對耶 妳怎麼做出來 我不能再踩到營養室的地位 我是很愛吃涼麵 因為我們家從小可能 不知道 那個 我們家旁邊有個菜市場 然後就有一家那個涼麵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小時候大概 現在一個禮拜 可能有三天早餐都是涼麵 那現在更慘 現在很流行 喝完酒要吃涼麵 啊 一定要的啊 一定的啊 一定喝完酒一定吃涼麵的啊 市民大道那家有沒有 你知道市民大道那家涼麵 它比夜店還要熱鬧 還有自己人放音樂 懂吃懂吃懂吃 真的 可是我吃完之後 我好渴喔 對 因為它有的那個湯 因為一定要喝一個那個味噌湯 我每次去 然後那個老闆娘一定都說 你要加大對不對 因為大的涼麵對我來說 已經不夠了 我絕對是要加大 然後兩個荷包蛋 然後湯絕對是三合一 就是味噌 味噌蛋花加貢丸 貢丸 貢丸我要 貢丸我要四個 是這樣子 對 然後你知道那種吃完那種 滿足跟飽足 你知道 然後酒氣 酒氣慢慢散去 開始轉為那個 困 就睡 很爽 你這個肯定不用看就是 我會死到膩了 瓜醫師你真的很準 你肯定會死到膩了 隔天起來你知道這個地方 燒燙燙燙 多濁熱超難過 而且半夜還口渴 對 對 瓜醫師 請問 請問瓜醫師這該怎麼解決呢 這個問題 待會再解決 我這個醫師我準備做 我去考醫師執照 對 都肯定有衛生 真的 我很喜歡吃麵包的人 所以只要一經過麵包店 的玻璃的時候 我就會先掃一遍 看到有喜歡吃的麵包 我就會立刻走進去那一家店 然後一口氣我就是買五個麵包 然後有的時候就是 可能如果沒有麵包的時候 我就會只好依靠便利商店 然後便利商店 我的食量其實也還蠻大 就是早餐我就吃掉兩個 然後跟兩個茶葉蛋 然後一根香蕉蛋 然後一根香蕉蛋 還有啊 咖啡 可是重點是早餐 早餐沒關係 兩個玉飯糰 兩個茶葉蛋 對 再一根香蕉 跟一個咖啡 時間 時間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今天待會兒也會講 時間點太重要 剛剛校園那個量 所以在早餐來講 算是健康的 真的 可是放到校夜那裡 就不健康 因為我差不多喝完大概五點左右 算早餐 算早餐 所以你還能活到現在 吃很重要 時間點很重要 你有沒有在工作也是很重要 這個就接下來請我們 宋銘化營養師來欣賞 不是花哥要解答 沒有 妳解答 今天她只能解答就好 OK 其實這樣子吃的話 其實不只便利商店 其實大家常常吃這些 麵包啊 涼麵 或者是三角飯糰 其實就要小心 可能會有高血壓或者是中風 或者是心血管 所以其實我覺得製作單位 一定要多發校園來 因為到他這樣子吃 真的不知道誰再發幾次 你其實是什麼 其實 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力 人家在上通告 對 我都把通告當最後一次 因為他很年輕 這些東西他如果當早餐 也會有這個問題嗎 對 沒錯 其實應該是說 他主要不是在熱量 因為像剛剛瓜哥講的 很正確一點是 即使吃多 但是如果放在早餐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在工作 還在活動 其實是 但是其實它裡面隱藏的就是 像大家講到 吃完可能會口渴等等的 其實鹽分除了會 比如說高血壓 心血管之外 其實女生最擔心的就是水腫 還有就是所謂的 它會增加我們尿液裡面 鈣的代性 所以也會增加 所以其實像美國 他們的飲食指南 就有針對像51歲 更年期以後的民眾 如果你合併又有高血壓 糖尿病 或者是腎臟疾病的話 他們的鹽分一天希望控制在 1500毫克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 就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一般吃的東西 很容易就超飆了 比如說涼麵 這一碗 可能就怎麼樣 1200多了 那你可能再加一個 比如說其他的飲料 或者是其他的配菜 比如說剛剛講的湯 那絕對是超過1500毫克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的衛福部是建議 我們一天吃的鹽分 可以吃2400毫克 大概就是一茶匙的鹽巴 但是如果你去外面的小吃店 比如說像剛剛哈孝遠提到的 貢丸湯 你如果有看過他加鹽 你會嚇到 因為他可能一碗 是一匙一匙這樣 可能他一碗湯 他就加了半匙以上 沒有他沒有到廚房去看一下 炒那個菜或煮湯 要整大鍋是鹽巴已經到半罐了 對 所以其實在我們台灣有經過調查發現 其實不分年齡層 不分男性女性 我們幾乎每天吃的鹽都超標 甚至超標的比例高達4800毫克 我們剛剛講建議 因為你剛剛講2100 兩面一個1200 你就一天吃兩盤就超標了 對啊 而且哈孝遠還要加大再加大 對 沒有啦 沒有加大再加大 一次加大 那你中午不用吃嗎 你中午還要吃啊 很多餐啊 所以其實鹽巴多 其實對於我們現在外食族來說 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對啊 現在還做美食節目 根本早死嗎 什麼聲音都很難 波羅麵包有200到240 對 這個就是針對各位來看 這個也有辣 也有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甜的東西是不是沒有辣 其實也有 而且有時候鹹甜 兩個是互相陪襯的 要吃得出這個味道 就要加一點鹽 它才會有這個味道 可是總之好 今天早上起來了 喝杯咖啡 加兩個飯糰總沒事吧 兩個飯糰 像剛才那個乙萍一樣 一次吃兩個 再配兩個茶葉蛋 這個鹽巴其實也是嘛 還有 其實有一個是沒有洗在上面 也是很多人宵夜很喜歡吃的 就是泡麵 其實如果你去看那個泡麵 因為不是都有營養標示嗎 很多一碗就超過一天的量 好棒 要羞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你以為白肚吃就沒事嗎 他也有鈉 對 這超可怕的 白肚是500毫克 對啊 而且很多人還會再加 比如說火腿 這哪來的鈉 他有放鹽 有 而且有些人是直接這樣抓 其實如果講到 比如說像這種主食類 其實我們台灣人其實 正在營養的角度 還是建議大家盡量選米飯 因為就以其他都不挑 你吃一碗米飯跟吃一碗麵 麵是有鹽多 可是米飯的鹽相對是比較少 那除了米飯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 因為我不喜歡吃米飯 真的最好就是米飯 對 那飯還不是白飯金飯 要那個超米飯 超米 五股飯超米 這樣才會健康 你看鄉下活到一百多歲 就是餐餐起來 老大人都早起起來 都吃飯 菜很簡單 所以你看 這個只是早餐 就會造成你這麼多危機 今天不介紹你 你怎麼看得清楚 為什麼準備這麼桌子 這不是讓他們 所以大家展現這個東西 你看 看你一聽到底吃下多少東西 來 我們介紹第二個階段 大家很喜歡喝果汁 對 那這個飲食算健不健康呢 我們來看一下 飲食不正常 傷害健康 來一杯水果原汁均衡一下 你覺得OK嗎 這就是原汁 非常好 有這樣做過的啦 欣俊 欣俊 妳都有嗎 非常健康吧 妳不是有喝果汁嗎 吃飯喝果汁嗎 有啊 有啊 好 高米米 瓜哥這邊我一定要先說 就是我自己啊 雖然當營養師 我只要每天要吃兩份以上的水果 才合格 可是有時候真的一忙下來 下班時候才會發現說 今天我沒吃到水果 對 然後就會很覺得良心 好像有點過意不去 想說我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然後我就會就是下班回家的路上 就會買一杯就是 就是獻炸的果汁 來扶貧一下心情 明明妳是營養師 妳不贊成說 如果妳每天喝開水就好啦 如果這樣 因為還是要吃到水果啊 那吃水果妳要吃水果原型 而不是到水果 可是一整天下來就發現 我帶來的蘋果在包包裡都沒有動到 像我現在這種外食族 然後又常常就是吃醫院那個超商的食物嘛 就覺得營養很不均衡 然後所以我就一定要有空或假日的時間 就自己打果汁來喝 可是我有時候就是會打那種果汁十全大補 就是那種蘋果啊 香蕉啊 奇異果什麼的 就全部都想要加進去 對 全部加進去 沒有加蔬菜啊 沒有 我是加 主要是加水果 然後我為了增加那個口感跟甜度 我是會再加鮮奶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因為我覺得就是 已經水果打成圓 就是打成果汁了 我怕它就是會氧化掉 營養價值可能會下降 所以我會在當天可能就把它全部喝一喝 就是會喝很多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這樣子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就發現我好像體重就完全暴增這樣 水糖會很高耶 對啊 我就覺得 我後來就發現好像這樣做是不OK的 後來我就真的 喝到最後他自己 比較像一個糖廠 就往裡面晒 奇怪 怎麼會有螞蟻在我身上爬啊 為什麼每天都有螞蟻在我身上爬呢 就體重變胖了 對 所以我後來就變成 就真的吃果那種水果 圓形的水果 上班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帶那種水壺去上班 然後對 有的時候帶那種2000CC的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喝檸檬汁 所以我一早就會擠大概2000CC的水壺 就會擠大概兩顆檸檬下去 然後甚至把那個檸檬切片 就丟進去這樣子 然後上班就一整天都在喝那個水 結果大概喝一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發現我胃痛非常的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那時候想說 是因為檸檬水的關係嗎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把它 就是連續幾天我就不喝了 結果不喝很奇怪的是我胃痛就改善了 對 我也會這樣 你也喝很多 對 我也是 之前也是一大壺 我媽都會幫我準備 然後就檸檬它直接切一半 然後擠 然後檸檬這樣丟進去 就這樣喝 喝了以後就會牙齒 好不舒服喔 然後胃也很不舒服 可是我發現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 黃色檸檬跟 綠色檸檬是不是會有差 黃色檸檬比較不會 黃色是萊姆 黃色好像比較不會耶 其實因為牙齒會這樣主要是 其實那個酸度高的話 會有脂質性嘛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很喜歡喝檸檬汁 我都是用不鏽鋼的吸管 我也不用塑膠吸管 因為塑膠吸管也會有影響 所以我就會特別去買不鏽鋼 就是讓它不要經過牙齒 那妳吃黃的還是綠的 綠的 就台灣本土的這種 我覺得因為萊姆不是台灣本土 我覺得水果除了吃當季之外 我覺得要吃本土的 接下來講了一題好 我最近說到網路人家講說 那個檸檬啊 熱的每天會用兩片去泡熱的 它進去每天喝的話 它會殺死你的癌細胞 它不會殺死好的細胞 我只是網路傳染 我只是分享給大家 我不曉得妳有沒有 可是高溫對於那個檸檬的維他命C 其實是會破壞它的結構耶 所以比較奇怪 我覺得這個動作是 應該是說這件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會不會有到殺死癌細胞 這個就要再研究 這個是可能要 網路常常會傳這個 但是我覺得喝也沒有壞事 對 我忍一下 等一下 喝檸檬 不是啦 我的檸檬切一兩片喝啦 不是說濃糖 他現在講檸檬汁喝太多 你會造成胃酸對不對 對 胃酸 然後胃會很不舒服 可是我本身又很愛喝 但是聽他想看建議你是喝綠的 不要再喝黃 有 可是我又很喜歡去外面那個水果攤 我又喜歡喝那種檸檬原汁 不加糖的 你就會覺得那個牙齒那個 一直在刮 那很過癮 你知道嗎 那真的很爽 對 然後有時候 除了這個以外 像之前去泰國 我們球隊去泰國 有去玩啊什麼 那泰國椰子一顆好便宜喔 那時候一顆大概15塊 然後我一天就喝了8顆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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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喔 而且大的都不是那個小的 都沒有那麼甜 但是好好喝 都放在冰桶裡面直接拿著喝 對 一天喝8顆 哇塞 好爽 一般人一定會拉肚子 太冷了 不行啊 那男生他算還好 還好 對我因為畢竟我涼麵都夾大 你自己多加一次而已 還好他以前是運動員 他體質基礎打得不錯 我也是很愛喝檸檬汁耶 我剛才一講 突然又想起他那個味道 因為我有一陣子 我就是那一陣子身體 真的不是挺好的 那醫生就跟我建議說 你要補充一下維他命C 你的那個抗體才會 恢復到正常 而且你的身體太酸 所以呢 你的血糖什麼什麼都沒的 你喝點鹼性的 檸檬是最好 我平常不太喝 可是他一講完 我那一陣子就拚命喝 就過多 然後就整個胃 就一直胃痛 然後打得嗝 還胃食道又逆流 更酸 更酸 然後喉嚨這邊 整個就這樣呱呱的 然後醫生 那我就跟醫生講說 那怎麼辦 他說那你要不要就是加水 如果你還是覺得過酸 你要加蜂蜜好了 這樣子會讓你自己的那個味道 就酸鹼中了 對 喝了就好像就比較好 像我的話 我會就是早上有空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 因為如果沒空 我就直接直接從冰箱裡面 把我自己之前擠好的那個檸檬 我就會滴 滴個五滴 然後700ml的水 然後因為我不會想說 就是因為我覺得 加太多檸檬進去 真的牙齒會不舒服 而且一早喝又太酸 所以我就會 通常我就是用檸檬水這樣子 不是檸檬汁 然後如果就像晚上 可能如果晚餐沒有吃的話 我就會自己打果汁 就可能像叫奇異果啊 然後不然就是蔓越莓 加檸檬 這樣子自己打來喝 那如果你自己打的話 像你看我的養什麼 我家連火吃雞肉麵 我都是吃橘子 然後橘子就葡萄 就葡萄醬吃啊 可是有些東西不是真的 就是要榨醇吃才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榨醇吃 不太習慣耶 我覺得 要吃那個原型 因為這個嚼久了很痠啊 會變大 對啊 那他就不能吃芒果 那土芒果吃的都是西葉 對 牙齒像窗簾一樣 對啊 像順哥以前就是 甘蔗吃太多了 許孝順吧 對 對 對 好 這個呢 到底這樣對還不對的 我們來請我們陳希美 希美醫師來 好 其實呢 大家剛剛都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小新 尤其你喜歡喝一些原汁的人 可能會得到胃潰瘍或食道發炎 大家其實很多人有講到說 尤其是喝一些什麼檸檬汁 你會容易造成胃不舒服 牙齒會腐蝕 其實這個東西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但是大家其實可能比較不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喝這些檸檬汁 甚至其實有些會被忽略像是 百香果 鳳梨 這些東西其實都會 那原理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身體裡本身 我們的胃就是有胃酸 胃酸大概 pH值在1.5到3.5之間 那這時候我們的胃 它會知道這個酸的東西 會傷害我們的胃壁 所以它會分泌一種黏液 這個黏液的pH值是6到7左右 讓我們的整個胃 是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70中和了嘛 對 讓它是一個比較弱酸性 而不會一直去傷害胃壁 可是這時候當我們喝了一些這種 我們說的檸檬汁 或者是一些葡萄柚汁等等 裡頭常常含有豐富的 這個檸檬酸或蘋果酸 那這些pH值相對的偏低的時候 到我們的胃裡頭 我們胃一感受到pH值偏低 它會再分泌更多胃酸 所以它就是會讓你在這個時候 你本身胃如果已經有問題的 或者是只是一個輕微發炎 可能會嚴重成胃潰瘍 再來就是會有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剛剛瓜哥講的這個 我其實在網路上看到 也有病人問過 熱檸檬水 對 熱檸檸檬水 那其實是因為 就是所謂維他命C 它其實是不耐高溫 所以我們都比較不建議使用加熱 尤其是把檸檬加熱 加一道手續可能它的營養素質會流失掉 那還有很多文章 像剛剛有講到抗癌 美白 甚至還有說增強記憶力 說各種好像一個檸檬就是聖品一樣 所以之前就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看到這個文章 她就覺得檸檬真的很好 她就真的每天喝原汁 這樣喝了一段時間 她去我們一個朋友的這個腸胃殼 是糜爛性胃發炎 對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尤其現在真的網路上太發達 太多人在講說果汁對身體的好處 我們還是建議說喝 我們就像瓜哥的做法是非常好 就是我們不要打成汁 因為我們在打成汁的時候 我們很多纖維 像瓜哥剛剛講到這個一些絲 那都是纖維 其實它是好的東西 對 所以剃完之後再吃進去 橘子也有纖維 但是不會卡得像芒果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熱檸檬不適合加 但是泡的熱水一兩遍 泡熱水基本上可以 因為不燙口的溫度 對 不燙口的溫度 對 不燙口的溫度 不燙不燙溫度其實 那檸檬確定是個好水果 對 它是個好水果 但是你胃如果迷來吃那麼酸 當然 對 會再加 真的會加醇 是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 哇 接下來看 你也許忙了一整天 餓了一整天 有什麼下午茶的 都是我的愛 有時候你看他下午茶 他賣甜點 什麼甜甜無嫩的 排滿滿的 對啊 貴婦在那邊喝下午茶的 就有這種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餓了一整天沒吃 下班買點小吃 甜點犒賞自己 說得好 沒錯 應該的 一定要買 這個不一定下班 有時候三四點朋友一來 每天犒賞自己 就來了對不對 有雙氣 餓四十小時 犒賞自己 餅插風對不對 對不對 還要美國吃的甜甜圈 甜不辣 這些不得了 有這樣做過的情緒 沒有的情緒 一定會 一定會 這很好說 我回答那麼快一定會 我們有新醫師了 牙醫師你好 邱尚獎醫師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怎麼臉色這麼難看 你昨天的 你嚇到 因為看到很多的好吃 可是又不能吃 我覺得這些不只女生愛吃 其實很多男生都愛吃 而且特別牙力大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喜歡吃甜點 人家除了這些 我還特別喜歡吃一個 辣的泡麵 而且我會用煮的 就是你可以加一點香油 再加一點醋 然後再加一點白胡椒 會更香 是 然後你 壓力越大 你吃越辣 就越甩快 其實就是他講的 一般人其實 如果工作都是OK的話 可以再拿 但是壓力越大的時候 就會越想吃一些不能吃的東西 真的 是 到底是 壓力越大就想說 待會麻辣鍋店見 我要好好的靠 想說 這世界上不就是要這樣才會美好嗎 那你自己會這樣吃嗎 這都是我的愛 真的 我前幾天我還 我還跟校園在講說 小籠包最近吃了哪一家 又吃了哪一家 他特別好吃 然後這個鍋貼肯定是 我們都自己包 因為我老公是外省人 所以他這個水餃 鍋貼 然後就隔夜的還要再煎炸一次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邊是這個美食的寶島 什麼都好吃 什麼 隨便點隨便好吃 然後像我前幾個愛 我有被一個桑果 被哪一個 被 被這個桑果 被這個桑果 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從小就是看 比如說我忘了是從哪裡來的idea 我就覺得說 吃了冰淇淋就是會幸福 吃了冰淇淋就是覺得享受 所以我那時候呢 就是很 就是剛上來台北打拚的時候 我沒什麼錢 也沒辦法吃這麼多的甜點 一個都要一兩百塊 對我來講是很大的負荷 可是冰淇淋一直十塊二十塊 對我來講不錯 所以我有一陣子就是一直瘋狂 然後我那陣子一直出外景啊 被欺負 我就覺得說不行 我要吃根 然後就吃吃吃 就吃一根 吃兩根 每天這樣吃 後來吃到吐耶 自己欺負自己 對 然後吃吃吃吃 就吐了 然後吐了還是把它吃光啊 然後後來 吐了還是吃光 把吐的東西吃光 不是 不是 不是他吐了之後還要把剩下的 沒有吐的吃掉 對沒有把剩下的 因為吐了會痠嘛 還是把它吃掉 把那個味道蓋過去 什麼都吃什麼都來 然後後來就把自己的身體都搞壞了 看到那個小籠包啊 就是其實我住在就是中原夜市裡面 然後有一間很有名的小籠湯包 然後還有一個是外神伯伯自己擀的那個鍋貼 都比外面大兩倍那種 然後就是有一陣子我下班晚上真的覺得超累 對 我就一定大概兩三天就帶一籠小籠包 跟一盒鍋貼回家 然後那一個月大概胖了快四公斤吧 然後我超良心過意不去的又來了 就是很多病人就都跟我說 要怎麼減肥啊什麼的 我太胖了你這樣 我要講什麼 後來就是我毅然決然就直接戒掉 到現在沒有吃過一顆小籠湯包 你人生怎麼喝啊 哇塞 你不吃小籠包 我真的 我超覺得這個菜包 我現在真的沒有吃過一顆小籠湯包 你現在變很快樂 不吃代表 不吃小籠湯包並不代表你健康啊 小籠湯包也不是不好 路過的時候我就不買 或者整個繞路 就是我就是 然後不買任何夜市上的東西 我就是回家自己煮蔬菜鍋 慢慢有覺悟了 這是真的 我就買了一個鍋子 然後開始煮蔬菜鍋 夜市東西雖然好吃 但也不能每天吃夜市的東西 不能 絕對不行 太多大了 像我之前就在花蓮讀書 那時候還沒有賣就是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甜甜圈 然後那時候我就回台北 然後回花蓮的時候 就買了兩盒 想說要分給同學吃 然後結果一盒我就擺在旁邊 我就邊看書邊吃 就有什麼草莓口味啊 什麼 椒糖 巧克力啊 膜糖 就不知不覺 我就吃完一盒 快被自己嚇死了 妳就甜甜甜圈啊 一盒很多耶 但是就是 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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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妳會不會上節目 弄得太誇張一點 真的 沒有 這個很為難 對啊 那個我也是常常會 妳怎麼吃實在 可是吃第三 我們甜都快吐了吧 對啊 可是它吃下去就會融掉 就會融在口上 很快就會 就一個就吃完 沒有啦 一整天也是這樣 我們吃兩個 OK啊 甜甜圈 可以甜的東西 對啊 妳知道甜甜圈真的太邪惡了 她現在還給我出了一口 一口甜甜圈 對 真的 妳知道一口甜甜圈 就想說那就一口甜甜圈 應該不會很多吧 她吃了是不是就 欸 好舒服 她吃完了 甜的東西嚇死了 前兩天 她爸爸媽媽從德州回來 帶了德州那個甜點 巧克力就算了 一顆裡面 裡面還有 花生醬 哎唷 用的 要一命 那一口 我從來吃甜點不會吃超過兩個 我一口就吃到六個 你看 三個 你這樣吃甜點吃到十二個怎麼吃啊 你還不是吃很多 我沒有 這麼慶幸 我的紀錄是曾經看電影吃過三個漢堡就是 三個漢堡 漢堡 滿厲害的 因為那你整天沒吃飯 壓力很大嗎 對 壓力很大 靠散自己一下嗎 可是你知道我想講 就是這個應該是跟我講不同的品牌 就是在我以前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也是有一個品牌進駐台灣 也是甜甜圈的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每天都會去 我只要每次去台北 我就一定會買一整盒回來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吃 我幾乎就是 有經過這間店 任何地方 你就是那一家排隊那一家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有什麼剝題的那個對不對 有什麼剝題 什麼剝題 不方便說 我很怕我會 這個廠商會告我 所以你買的甜甜圈 對 然後我就會常常吃 我真的很依賴 我就可以就是好幾天 都是早中晚 全部都吃甜甜圈這樣 可是到有一天 我現在其實真的都不吃 我是真的不吃甜甜圈 又來了 你不要學我 不吃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家我有養那個蜜袋屋 就是小隻的小小 像飛鼠一樣 那因為他們需要吃麵包蟲 所以我家還有養麵包蟲 麵包蟲它是用麵包去餵它 所以我就會常常 把我們家的一些麵包的碎片 就放進去 所以其實那之前講 那一條土地 是跟麵包蟲一起吃 可以不要這樣講嗎 那觀眾會想像的畫面 結果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我通常甜甜圈會吃完 那一次我真的買太多 我就留了兩個 然後我想說糟了 這兩個已經隔了三天 我都沒吃 我覺得已經壞了 所以我想說算了 麵包蟲應該可以吃壞的 對吧 我就把它丟進它的那個 小的一個培養箱裡頭 就這樣放喔 放三個禮拜 真的到第三個禮拜 嚇到了 那麵包蟲我也吃也不吃吧 有些麵包蟲會在上面 這樣雕在那個地方 因為很多隻嘛 那它一開始丟進去 當那麵包蟲全部湧上去 我就沒有繼續看 因為那個細節真的是 比較不舒適 她是大力說麵包蟲會死在上面 對 會填死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看到 我是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就這樣連續 每天就是經過 就拿麵包 餵麵包 奇怪 為什麼這兩個 我記得已經三個禮拜前 買的怎麼 形狀 不要說沒有法律形狀 妳現在知道為什麼 她剛剛不敢講是哪一家 對 妳就被我講 被告死了 然後就被 就是一個意見 對 我了解了 所以妳就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我真的就不敢吃 我以前真的好喜歡吃陳彥璇 就是這個是因為這個經驗 妳們兩個要核對是同一家 那個已經吃了十二個 柯仁妳到底有沒有在運動 我沒有耶 氣死人吧 好醜喔 好醜喔 十二個 她還不運動 沒有耶 對 我根本是吃不胖啊 我跟麵包蟲不一樣啊 我跟麵包蟲不一樣啊 麵包蟲沒有我的命硬啊 我的命比她還硬啊 來 許元金 像我自己就是會 超喜歡吃那個雙麒麟的 因為像我們那種 之前在內科實習 然後每天就是白天 工作壓力滿大的 然後下班以後 就經過那個便利潮商 然後之前不是會主打說 北海道巧克力口味啊 什麼雙麒麟 對 芒果口味 對 然後我就 每一種口味都一定要吃到 所以我就下班就會來一根雙麒麟 然後吃完就覺得 天啊 好療癒 一整天的壓力都完全熟 許元金給人家感覺 她一天如果不吃甜點 心情一定不好 有很多女生 會暴躁 我覺得 對 甜點臉啊 你吃甜點臉 對啊 那倒是我這樣看外型的話 面相看得出來啊 看得出來 新美縣可以忍到一天不吃甜的 我可以 我真的可以 送明話當然也是可以了 她硬汗 鐵娘子 對 硬汗 那飲瓶就不行了 對不對 妳要吃甜的 我會看狀況 像雙麒麟我也很愛 就是夏天的時候 我可以就是 一天來一隻 然後就是 或者是如果沒有雙麒麟的話 我就是冰棒一天兩隻 就下午一隻晚上 聽起來蠻怪的 她一天來一隻 我們一天來一隻 好 不管妳吃多少甜點 最後我們來送明話 對 其實桌上這些東西 不論是甜點 或者是這些 比如說有內餡的鍋貼 或小龍湯包 甚至是油炸的東西 你都要小心 可能會有脂肪乾的問題 針對我們國人的 六大類飲食指南 它在油脂的部分 其實有給我們建議 就是一天大概是 3到7茶匙的油 那大概是多少公克呢 其實差不多就是 15到35公克的油 你一天可以吃的量 那我們隨便看 其實這隨便 15到30 對 一整天 那當然你還可以搭配 一點點少量的健康 一年圈就10到15的 對 那如果像她剛才吃12個 又不運動 對 那怎麼活下來的 就命應啊 瓜哥 命應 你幹嘛正念 對 然後或者是像 其實有內餡的東西 我都會建議大家 盡量不要常吃 像小籠包 鍋貼 或者是水餃 或者是像 港式飲茶有的這些 就是燒賣 其實這些都好吃 蘿蔔糕排骨就好吃 有那種內餡的 你會發現說 它一定是肥瘦都要有 它才會好吃 那其實那個油脂都很高 像這個小籠包一顆 才一顆喔 它的油脂就這麼高 你說這種 那其實你一籠怎麼可能吃一顆 你可能就吃10顆 8顆 對 其實它的一個 熱量就會非常高 你一個人最起碼 不要說8顆 我們說少一點 6顆一定要吧 對 6顆就36 我一次都會吃到兩籠耶 你現在才講 對啊 我的命應耶 其實長時間這樣子 吃這些油膩的 或者是含糖飲料 或者是那種甜點 其實都容易引發 所謂的脂肪肝 那其實脂肪肝 我們不痛不癢 但是你去抽血 有可能你的肝脂數會高 那如果久了之後 就可能肝纖維化 肝硬化 甚至有研究也發現 跟肝癌的罹患率 也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包括高油炸 高甜點的東西 都要特別注意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像剛才前一段 大家不是在討論果汁 其實在國外也有研究 他們收集了 都已經是確定 有診斷脂肪肝的民眾 給他們做飲食問卷 發現他們飲食中 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就是很愛喝果汁 所以其實如果你很愛喝 就是那種甜度很高的 像柳橙汁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 回到第二個階段的那個果汁 對 柳橙汁 或者是西瓜牛奶 或者木瓜 奶昔 對啊 其實這些其實甜度過高 跟脂肪肝也是脫離不了關係 我想補充一下 脂肪肝有輕重重度 當你到重度 你就會非常高 機會變成肝硬化 肝硬化就完全回不去了 對 所以還是真的要多注意這個問題 回不去 然後切掉就回來了 你一定要比這樣瘦瘦嗎 乾硬化 乾硬化不會整顆硬化嗎 會整個硬化 會整個硬化 就慢慢這樣局部硬化 其實基本上它就是 這個脂肪它是存在在你的肝裡 在我們掃那個草原波 是看它的亮度 越亮就代表它越多脂肪 然後接下來就會變成所謂的纖維化 不要小看脂肪肝啦 這些真的 你當然年紀輕真的是 你隨便視訊一下 而且瓜哥你有沒有發現 放了這麼久這個冰淇淋都不會融化 不會 我剛剛也在想這件事 不會 小籠包可以打乒乓球啦 你看 不會 其實主要是 其實現在很多這種加工食品 對 你知道我們之前去 我不想聽 真的 一個窗淇淋 我跟你講 攝影師在拍空景 還有光 還打燈 攝影師一邊拍 我這雙琴每一半 都不會融耶 真的 你這樣有點冷靜 通通來告我們 好啦 我們接下來還有第四項 來看一下 這個過年過期 大家一定要心情輕鬆 一定要大口大口吃肉的 這肯定有 你看 放假 舒緩壓力就是要吃 大口吃肉的最開心 有這樣做 好餓 請舉軒 來 應該吃過了 送醫師也這樣 送營養師 你會這樣吃嗎 會 會 其實我還滿愛吃 個人還滿愛吃牛肉麵 對 其實之前有最高紀錄 可能一個禮拜平均就會吃個一兩次 但是其實我在吃這些麵食的時候 因為畢竟營養師 我都會特別跟老闆說 我要多加十元的青菜 因為有肉 有麵 有菜 這樣才均衡 可是這個只是牛肉麵 你沒有吃過那種什麼 戰斧牛排 豬排這種大塊大塊 也會吃 但是說實在 肉吃過牛 當然如果遇到那種真的很好吃的牛排 會稍微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對 比如說今天出去度假 來個神戶牛排 或者是比如說 女生遇到生理期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時候 應該要多吃一點 我就會多吃 對 但他們很克制 絕對不會吃到說 想要吐完又再吃不會 真的會 有的真的會吃完 就覺得走路多難 但是就是很難控制桌上 這麼多 口欲啊 對 那個美食沒辦法 就是像我每次經過那個麵店 聞到那個肉香味 真的是很受不了 而且像我們醫院的便當 是吃素的 然後我就會 買一些什麼 牛肌 牛肚 牛肉 幫自己加料這樣 就變成一個昆的便當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嗎 可以吧 你會不會抓到 對 他在節目上講 什麼 音樂要均衡啊 還好上人不看我們節目 等到上人就想說 你以為啊 我也在看 過年過節在家裡呢 會不會這樣 也是啊 就是家裡 因為我們也是外省 都是一些滷的菜啊 對 牛 都會吃 牛筋 牛筋 這些東西 就一大盤這樣子 對 其實我是醫院隔壁 就是便當店 所以我平常 就是有時候中午 真的沒時間的時候 我上班也會吃到 炸牌 小姐 我們先講放假好不好 對 可是 就是我放假不太會吃肉 反而是上班比較會 在家裡不吃肉 對 我覺得吃很多肉很餓 會吐尾 所以營養師的特質都是吃肉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什麼樣的體質呢 這吃太多 對 吃太多 而且我是真的會把肉吐出來 在馬桶裡面 你沒有說放假有特別輕鬆嗎 不會 我不會耶 我會輕鬆 可是我不會想吃大肉 對啊 還是 我覺得他是上班會比較精明 放假會變白吃這樣 對 他是要相信 只要吃一個牛肉麵 然後他只會把肉吐出來 對 很厲害 這裡會分耶 對 麵啊菜啊都留著 我是那種一放假 那個肉是絕對不能少 我一定要去那個大的 那個美國超市 然後整塊的買回來 全部就丟到裡面滷 滷完切完之後 分一批一批 然後我就會 有的是輕燉 有的會紅燒 然後有時候還會拿出來 切一切配酒的 女生們都這樣喝 吃太油不會容易脹氣嗎 我沒有 我不能沒有肉耶 不吃才脹氣啊 沒有 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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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脹氣 你可以活到一百歲 但你的人生不會快樂 這個是上人開示喔 開示我現在要怎麼樣才會快樂 就是你不要 不要把肉吐掉 那一定要吃肉的嗎 我們籃球員 我們運動員 教練每天都告訴我們說 你上球場 你就是獅子 你要追逐你的獵物 所以我就是獅子 我就是要吃肉 對 像我們之前比完賽 有一次 就是比完賽要放假之前 那我們那個 之前的球隊的老闆就說 他認識那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安和路 那個刷刷鍋 那個老闆 很貴那一家 他跟他是好朋友 他說我帶我球員來吃 那你就算我 一千塊吃到飽好不好 然後那個 對那個刷刷鍋 那個老闆傻傻的 OK沒問題 大家好朋友吧 我們一進去 人家那個 美國 那個和牛牛小排 人家是一盤 可能七八片 可能就要一千塊錢 然後我們說 麻煩先給我們二十盤 謝謝 然後經理說 不要開玩笑啦 經理一個香港人 不要開玩笑啦 那個是有顏色的刷刷鍋 對有顏色的 我們說誰跟你開玩笑 就來就對了 我們那天吃到 到後來老闆 老闆糟了 老闆不接我們那個老闆的電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人一千塊吃到飽 吃到他們那個餐廳缺貨 晚上八點鐘就缺貨 就已經開始不敢收外人了 吃那麼多肉當然也不好 我們請欣賓來講解這個 好 其實剛剛大家有講到 這邊想要提到的是說 如果我們吃肉 尤其是加工類的肉 比如說像是烤肉串 像是香腸 培根 要注意可能會造成大腸癌的風險 我想這個東西大家可能 其實之前都有稍微聽過 那其實在我們WHO 它有一個在評斷國際的 叫IARC 它是一個國際的一個評斷 致癌風險的一個數 ITRC IARC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廣播電腦 好 那他們有 其實已經有發出了一個 就是他們做過很多研究 然後發現說其實 紅肉或者細細加工類的食物 已經建議說 儘量想吃 紅肉不行 紅肉跟加工式的食物 它都認為說 其實未來有致癌的風險 這個紅肉的觀念 早就好幾年前 大概有去營養 是 其實是這樣 但是其實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比較建議的是 一天我們先 紅肉其實它還是一個 我們只能說紅肉 它其實會增加我們氣血管的風險 所以我們事實上在營養學 包括說營養師 或是我們醫生 家科醫師 我們都還是會建議 紅肉儘量短成白肉 就是一些像雞肉 火雞肉這種白的肉 可是你缺鐵的怎麼辦 我們其實還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補充蘋果或其他方式 未必要用紅肉來補充 我們這個是題外的話 我上次講的是說 尤其是像一些加工類的食物 像是我們說的香腸 香腸其實裡頭含有很多 不是只有我們講的硝酸鹽 或亞硝酸鹽 這些已經是確定的治癌物質 另外它還有一些防腐劑 為了要去保護 說這個東西可能是要放比較久的 這些物質其實在我們的體內 一定就會造成治癌的風險 對 我們現在已經建議說 每天平均 少於50克的加工食物 50克大概是兩片火腿的量 對 那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說 當我們每天吃50克的加工食物 你得到大腸癌的風險會上升18% 對 所以我們會比較建議的就是說 不要說是紅肉 紅肉我是建議用白肉去做替換 但是加工性的食物 盡量能不吃就不要吃 對 這個觀念大家一定要有 是 我們當然做這個節目 我也知道各行各業賺錢很辛苦 尤其賣食品業的 很多東西像今天擺在這邊的 我們幾乎一個禮拜說 不碰到它是難嘛 哪有一樣不碰到它 你這樣擺上來你就知道了 但是飲食也要均衡 營養也要均衡 但紅肉也不是叫你一輩子不要吃完 對 當然不是 你量減少就好了 偶爾滿足口腹之餘就好了 來 謝謝大家 冬天到了 天氣變寒冷 很多人外食會選擇火鍋 但是你在吃火鍋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三大高鈉的來源 第一個就是湯底 如果你吃火鍋 特別愛喝湯的話 要特別小心喔 第二個就是加工火鍋料 第三個就是火鍋少不了的醬料 其實在使用上都要特別注意 高鈉除了會引發所謂的高血壓的問題 還有水腫之外 其實也會增加尿鈣的排泄 而引發所謂的骨質疏鬆的一個發生 所以日常生活中 其實我們可以多攝取一些高鈣的食物 像是各類的乳製品 小魚乾或黑芝麻 還要搭配適度的曬太陽 才可以避免健康出問題喔